现在时刻是下班时段七点半 这个流通道是从板桥大圆摆B1到黄壮县 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 到了黄县这个地区 我忍不住要抱怨 这个设计真的是不符合人性 从B2到3楼 没有下手扶梯和上手扶梯 需要坐电梯才有办法走四层 对一些长者或者是脚痛的人 非常的不方便 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 从捷运站出来 只有一层往下的手扶梯 下楼走路就可以了 而往上爬却没有手扶梯 而且要绕非常的远 前面有一位清洁人员 真是辛苦他们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每天要上下班 所搭乘的黄壮县捷运站 板桥坐到新店 大平陵再换车 整个捷运上也没有人 车厢也只有一位站长 到了大平陵 就要坐这个很长很长 应该快三层的手扶梯 我只是想抱怨 这个设计真的不符合人性 而且非常的可怕 这就是我坐捷运的日常 真的搞不懂这样的设计 真的很不符合人性 既危险又老累 尤其是板桥站的那一站 为何要让我们爬四层楼 没有手扶梯 唯一的手扶梯是只有一层下楼的 下楼干嘛要手扶梯呢 你每次到下班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排队 坐博爱电梯 这样子真的是很浪费时间 当然也是可以爬楼梯啦 但对那些拿行李 或者是带小孩子的 怎么可能爬楼梯呢 所以政府真的很糟糕 设计这样的一个动线 真的有很大的问题